这个国家是一种恶心的 全国全国接种疫苗 但老百姓却很可能成为疫情防控 最大破控 专家火力全开 巴西疫情红标 单日超过4万人染疫 至今全国完全接种者 仅占1% 民众挑疫苗打 疫苗覆盖率迟迟拉不胜来 又让疫情捡土重来 对友谈门言 西班牙疫情升温 巴塞隆纳涌入音乐节人潮 近3万人群聚令人捏把冷汗 而据中国最新研究 Delta复制速度是原始病毒的1000倍 感染速度也高出4成 在人体内可被检验时间 原始病毒需要6天 Delta大幅缩短只要4天 比起病毒 不少人更怕接种后的不良反应 日本团队在1400多名接种者中 发现约有3.5%的人 接种后第9天会出现莫德纳手臂 红肿发痒 但最终会随着时间慢慢消退 此外欧盟药管局最新表示 MRNA疫苗 也就是辉瑞和莫德纳 可能和心肌炎 以及心包炎有关 因此必须列明付作用 担心很可能掀起巨大潮 各国疾呼 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 摆脱死亡威胁 工作人员赶着定制棺木 印尼单日死亡数暴增 本月一度飙破 千人高峰 大片空第一夜成了坟场 不止印尼 比利时甚至出现90多岁的老妇 同时感染α和β两种变种病毒 入院不到5天病逝 分析指出 这很可能成为下一波的防疫新挑战 环宇新闻 严新怡 综合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环宇新闻网 以及YouTube环宇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